這次啟德雞場 為什麼我會成立這個啟德雞場 是因為我老婆非常喜歡吃雞蛋 那我個人認為 市售的雞蛋跟雞 是有相當爭議的 有安全的考量 所以我決定養殖健康無毒 有機雞跟雞蛋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時候 阿嬤養得快樂無毒的 滿山片野跑的 放山雞記憶猶新 而且是現在是幾乎看不到的 所以我以阿嬤的以前的方式來放養 外面市售的雞蛋 含有抗生素跟其他的藥物 我在啟德雞場 全部以不用藥的方式來養殖 主要就是它的來源 養殖過程當然就是它的食物來源 非常重要 所以我把啟德雞場放到山裡面去 天然的荒山 裡面就有相當多的 各種的棕草藥跟雜草 另外還有椰果 那為了要讓我的雞 也能夠吃到健康的果實 所以我的荒山山裡面有原始的橄欖樹 再加上我再種植了100顆的桑葬 這些就是要我的雞汁也能吃到天然的 無毒的 無化學肥料的果實 加上荒山裡面的生物 包括貓貓蟲 包括蟲蟻 地下的一個所有生物 都是我的雞的蛋白質來源 整個養殖過程 從小雞開始養起 不用藥無毒的方式 到中雞放到山去 到層雞產蛋 整個過程通通是無毒健康的快樂的養殖方式 所產生出來的雞跟雞蛋 就是啟德雞場最重要的資產 也是給消費者跟朋友 親戚朋友能夠品嘗到最健康無毒的產品 是我啟德雞場成立的原因 啟德雞場的雞的食物來源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把雞的糞便養殖黑水蒙 另外堆肥裡面有雞母蟲 這兩大食物就是雞汁的蛋白質來源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蛋白質來源 另外雞份跟有去堆肥以後 會在我們的農場的一個農地裡面 種植相關要給雞汁吃的幾個配套一個食物 包括中草藥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南瓜 紅蘿蔔 甜菜根 為什麼以這三個為主要的 一個種植的作物 是因為它們都富含有相當多的 微量元素跟礦物質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然色素 我們既吃了這些天然色素 健康的天然色素 所產的蛋的蛋黃 會是比一般市售的還紅一點 口感會很綿 不會是鬆散的 所以這個配套措施的一個食物 是我們也是在規劃的 另外一個 就是也是要讓我們的雞汁 產生的廢棄物 本來是不好的 把它轉成變廢為薄 來整個循環我們的 企圖機場的一個食物鏈 也是可以廢物利用 而且我們雞汁也能吃得健康 這是雞汁的食物的一個循環運用 企圖機場成立起來 最大的願望就是 要讓廣大的一個消費者 包括我們的親母好友 能吃到我們最健康的雞跟雞蛋 看到他們吃了會笑 會快樂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願望 希望能更多的一個消費者 能夠也能來體驗到我們 吃到我們的 企圖機場的所有的產品 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吃得健康 吃得快樂